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特别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香港的楼市在经历了一段低迷期后 屯门Upland项目以8年来的最低价出售 周末卖出了63%的单位 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则令人心痛的新闻 英国的骗子竟然利用虚假网络葬礼来诈骗丧家 这些骗子会发送假连结并收取费用 甚至可能盗取银行卡信息 真是防不胜防 最后我们来到日本 富士山的游客这数量激增 当地社区已经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游客 这不仅影响了日常生活 还带来了环境和安全问题 当局正在考虑各种措施来控制游客流量 包括设置容量限制和预约系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购房者在新界的一个周末销售活动中 抢购了新的公寓 这是8年来该地区最便宜的开盘价格 开发商提供了大幅折扣以恢复需求 在屯门黄金海湾的The Appland项目中 开发商早光国际控股公司 出售了119套公寓 占188套公寓的63% 这些公寓的价格在折扣后 介于港币184万至703万之间 相当于每平方英尺港币8903至11900元 这次销售成功扭转了市场的低迷情绪 反映出香港的开发商正在利用低价策略来吸引买家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在与高借贷成本和经济增长放缓作斗争 预计未来3-4年新公寓的供应量将达到11万2000套 市场对于美联储可能在9月中旬降息的预期 可能会给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一些缓解 BBC报道 诈骗犯正在骗取哀悼者观看虚假葬礼直播的费用 来自萨福克郡伯里圣埃德蒙兹的40岁主持人克雷格·李查森警告说 最近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客户被诈骗者发送的虚假链接所欺骗 这些诈骗者最初收取15英镑 但一旦付款 他担心他们可能会克隆哀悼者的卡片详细信息 并潜在地掏空他们的银行账户 李查森表示 他认识的一位老年妇女差点成为受害者 但他的家人和银行及时救了他 他建议任何收到葬礼直播链接的人都应该与葬礼承办人核实 因为只有他们会直接向哀悼家庭发送直播链接 而观看服务不应该需要任何费用 苏福克贸易标准局建议公众 如果有人突然通过社交媒体提供葬礼直播并收费 不要付款并与死者的亲属或葬礼承办人核实 日经亚洲报道 富士山的照片争议凸显了日本的过渡旅游危机 当游客开始在富士河口湖的一家便利店前聚集 影响交通并乱丢垃圾时 当地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 用黑色网子遮挡了受欢迎的景观 这个小村庄并不是唯一受旅游问题困扰的日本地区 京都的指缘区禁止游客进入私人街道 以防止他们骚扰异己和5G 北海道的美英镇也安装了AI辅助摄像机和扬声器 以警告进入私人土地的游客 日本政府计划将入境旅游人数 从2023年的2500万增加到2030年的6000万 但一些分析师警告 除非采取综合措施来管理旅游流量 否则日本将无法应对如此多的游客 山梨县提议建设从富士山角到五合目 登山口的轻轨系统 以减少空气污染病更好的管理登山人数 但该计划引发了当地神社 餐馆和学者的强烈反对 Nike Asia报道 宝可梦公司高管福永进 在亚洲的40天行程中 忙碌地推动宝可梦 IP业务的扩展 2023年12月台北信义星光三月的宝可梦中心开业时 吸引了大量顾客 甚至超出了预期 福永不仅与航空公司合作推出宝可梦航空探险活动 还在各地举办线下活动 增强宝可梦的社会影响力 他认为面对面的交流至关重要 亲自做决定 并通过幽默赢得合作伙伴的好感 他的目标是进一步开拓印度市场 尽管宝可梦在当地的知名度较低 但通过推广皮卡丘与板球的结合活动 逐渐提升品牌影响力 福永坚信 宝可梦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 还能让人们感到快乐和兴奋 Nikkei Asia报道 日本的餐饮业在疫情后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 机器人制造商正通过创新设备来解决这一难题 寿司机器人制造商Sozumo Machinery 即将推出一款紧凑型寿司饭模成型机器人 每小时可制作1200个寿司饭团 操作简单 适合各种餐厅使用 FUJI Psyche则开发了 能够与人类厨师合作制作松软饭团的机器人 Toeye Industry的饺子机器人 每小时可包1500个饺子 吸引了餐馆和超市的兴趣 Connected Robotic和Sinegawa Machinery Works 也分别推出了自动分配副菜和炒饭的机器人 随着劳动力短缺问题加剧 机器人将在全球厨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南华早报报道 费城的远东后裔餐厅以武侠为主题 菜肴名称充满趣味 如五毒薯条和十八掌龙排饭 餐厅老板间主厨黄凯文 受武侠电影和小说启发 设计了独特的菜单和装饰 餐厅的装饰模仿新龙门客栈 有木质门 龙门吧台和红灯笼 楼上还有户外用餐区 展示武术武器 尽管疫情期间开业 餐厅吸引了各类顾客 黄凯文使用传统粤菜食材和技术 创新调味和呈现方式 开发了自己的叉烧酱 并计划将香料产品化 他的餐厅不仅吸引了 对武侠和粤菜感兴趣的顾客 还计划举办主题品尝活动 进一步推广香港电影和茶餐厅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就要看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两路简报 就行连统签 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第二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